欢迎收看100种室外植物养护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一木花会的主理人陈一木 今天让我们来开启第31堂课 31堂课要学习的是我手里拿的这盆植物 我这是一个小盆 它是什么呢 看到上面挂的橘子就看到了 这就是在家庭盆栽里面很常见的一种金菊盆栽 金菊盆栽作为一种棺果类的植物 非常受到人们的喜欢 因为一个大型的金菊盆栽 在适当的季节可以满树挂满金灿灿的果实 特别的好看 但是在家庭盆栽的时候呢 很多朋友养它都会养到大面积的掉果 甚至养死的现象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那金菊啊 它是来自云香科金干树的一种植物 跟橘子是一样的 包括橙子是一样的 这样的植物它有很多共通的特点和特性 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养护上的一个方法 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些特性啊 才会养不好它 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 鹰姆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金菊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掌握家庭盆栽金菊各方面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好的 我先解答一下这种金菊盆栽啊 到底值不值得买 鹰姆的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你很喜欢金菊盆栽 它是一个值得买的植物 但是在买之前你必须要知道一点 就是虽然你买回来它是一个全部带着果实的一个金菊状态 但是如果你的养护方法不当 这些果实能持续的时间是很短的 如果养护方法不当 它会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啊 果实就全部掉光了 如果金菊盆栽的果实全部掉光 会非常难看的 就只剩叶片了 像我这个掉的差不多了 这是跟季节运速的原因 这个是我养了已经有两年的一个金菊啊 每年正常的开花结果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它这个习性的问题 但如果说你的养护方法得当 它上面挂的金菊能维持多久呢 能维持两个月到三个月都不掉 所以说正确的养护决定了你整个金菊观赏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还是一个值得购买的植物 大家一定要学会怎么养 下面樱姆将详细的告诉大家 首先樱姆来说第一点关于光照的问题 你看金菊它这个小菊子啊 特别的可爱 那其实它的小菊子如果想长得很漂亮 想维持它的小菊子 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啊 之一很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一定要把金菊盆栽啊 养护在一个光照充足的环境里面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要素 很多朋友金菊买回去 它是摆在室内的啊 因为做年萧花 有什么做年萧花 摆在家里 摆在北面 或者摆在干脆摆在客厅 确实是很漂亮 但是没有光照 如果说长期摆在室内 一点光照没有 这个金菊啊 很容易就趴啦趴啦 就全部掉了 因为阳光的光合作用啊 能够刺激金菊的一个 正常发育和生长 让它的这个 结底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连接的这个位置啊 它的这个抗逆性更强 不容易呢衰败 但是如果说没有阳光的滋润 它很快就会衰败落果 所以阳光充足是保持 保持它健康和金菊 挂果时间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啊 我们在家庭盆栽养金菊的时候 最合适是摆在哪呢 因为告诉大家 摆在南面 如果说你要摆在客厅 那么也尽量的摆在客厅的南面 有阳光能撒到它的位置 尽可能让金菊能晒到太阳 这个是养金菊盆栽的一个核心要素 因为这种植物啊 作为云香科植物的一种 是典型的 喜阳光充足的植物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好的 接下来应该来说金菊浇水的问题 我展示的这一盆啊 是我常年把它养在阳台的这一盆 那我刚才说了这个养护地点的问题 说养在室内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 那适合金菊的位置 到底是室内还是室外呢 应该明确的告诉大家 金菊这个植物是非常适合养在户外的 它是一种典型的室外植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课程里面见到它 因为它是典型的室外植物 适合养在室外 所以如果说你能摆在室外 尽可能的摆在室外 如果不能摆在室外 没办法才摆在室内 有阳光的位置 懂吧 好 那室外和室内浇水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我们先讲大部分朋友摆在室内 该怎么浇水 摆在室内的浇水的话呢 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宁少物多 而不是宁多物少 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在室内浇多水和浇少 少浇水会有两个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 我转一下镜头 我先把镜头转过来 大家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橘子 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橘子 如果说你的浇水比较少在室内 在室内如果浇水比较少 它的橘子会呈现这个样子 一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随着时间的这个凋零 随着时间的过渡 它会逐渐凋零成后面这个状态 我切给大家看一下 随着时间的凋零呢 它最终会成这样 但它会一直不掉下来 一直到呢完全完全的腐烂 它才会掉下来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衰败的过程 明白我意思吧 这个是浇水比较少的情况 但你如果说长期给它浇水浇的太多 我把镜头再切回来 如果长期浇水太多 会形成什么效果呢 就是橘子会保持这个金色的样子 金灿灿的 不会衰败成这样 而直接的噼里啪啦的掉落 如果你发现你家里的金橘 大放肥的金橘 全部都是保持这种金黄的颜色 就掉落了 那么就证明你浇水浇的太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减少它的浇水量 听明白了吧 这个是室内养护的时候 两种根据橘子去判断你浇水的情况 所以浇水浇的少是养护它的根本原因 根本方法 这个是室内 那如果室外呢 室外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室外养护 它第一个光照充足 这样它晒的越多 它水分蒸腾的就越快 第二个就是户外会下雨 有这种因素 所以在户外养的金橘 我们只要不保证 只要保证它不要过度的积水就可以了 一般多点水都没问题 因为它外面通风 阳光又足 水比较多也会立马被带走 被这个蒸汽带走 所以这个没问题 只要不长期积水都没问题 这是室外 室内就不一样了 室内第一个阳光不足 第二个又不通风 所以在室内养护一定要少浇水 室外的话可以多一点 没有关系 不要严重缺水就行 那具体怎么浇 你有没有再把镜头切回来 再接着说 我这里举的例子呢 长满了杂草 这些杂草啊 我是故意没有替的啊 方便给大家讲解 这些杂草的话呢 在户外养护啊 是非常常见的 但你在室内养几乎见不到 那为什么呢 户外养护 第一个阳光充足 第二个啊 这个草种子 草的种子随着风会进来 那证明里面 它这个草能在这么多栽里面落地生根 证明什么 证明你这个土壤里面 第一个水分充足 第二个养分充足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它健康的表现 那在户外盆栽的话呢 看到草比较多 我们也要定期的给它清理一下 因为这些杂草的话呢 是比较吸养分的啊 这些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好 露出了土壤 然后浇水应该怎么浇呢 一会儿来浇大家啊 室内的朋友 浇水这样浇 把手呢摸进去 感觉一下这个土壤 感觉这个土壤啊 没有任何的潮气 干透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才能给它浇水 那浇水的时候的话呢 就一次性的给它浇 一次性的给它浇浇浇浇浇 一直呢保持浇透 浇到盆底呢 有水流出来 像我这样浇这么多 盆底有水流出来就OK了 那下一次浇水再摸它 等它的土完全干燥 没有潮气传出来才能浇水 这个是室内的浇水 一定要干透才能浇 大家一定要记住 而不要每天浇 反复浇 一定要等它干透才能浇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的一个 整体的健康 那户外的浇水 可以更加粗放一些 比如干的不是很透 就可以浇水 户外的话要豪痒很多 室内的盆栽 一定要浇水 以少为主 干透才能浇 这个就是金菊浇水的关键方法 好的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金菊盆栽 土壤的使用和换盆的技巧啊 那金菊盆栽的土壤 应该用什么土呢 椰木这里告诉大家 它适合的土壤啊 最好是疏松透气的土壤 田园土可以种 但是呢 养护难度大很多 田园土是什么土呢 就是我们家里最常见 街边可以挖到的这种泥土 泥巴土 这种泥巴土啊 透气性差 透水性差 饱肥性差 在家庭盆栽里面 虽然也可以养它 但是难度比较大 容易板结 肥料呢 也不容易渗透 饱肥性差 所以我建议使用的是疏松透气的土壤啊 比如说我们家庭常用的营养土啊 泥碳土都是可以栽种它的啊 它对土壤的适应能力呢 还是比较强的 没有过度的讲究 只是一幕建议使用疏松透气的土壤 换盆的问题呢 最好是在每年冬天和春天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啊 不是每年 是每个两到三年到了春冬交界的时候 可以给它画一次盆 像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交界之处啊 我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在冬季冬季和春季交界之处 这个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它的果实啊 掉落的差不多了 整个植物的叶片呢 也没有新叶萌发 你看看啊 几乎没有新叶萌发 没有任何的新叶萌发 果实呢掉落的差不多 这个就是冬天和春天交界的时候 金菊盆栽的这个样子 那么每到两到三年 到了这个时候 可以给它换一次大的花盆 大多少 大一号就可以了 不用追求过大 大一号就行 这个就是换盆的时机和泥土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关于它的透气性和病虫害的问题 像金菊这种盆栽啊 是对透气性有要求 而且还比较有要求的一种植物 这个是我在养了两三年之后 自己的一个经验 这种植物啊 它是云香科的植物 云香科的植物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叶片是有香味的 跟柠檬盆栽一样 叶片有香味的植物 会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比较吸引虫子 你喜欢闻 这个虫子它也喜欢闻 所以如果说它养活在长期的 通风不良 潮湿的环境里面 非常容易感染病虫害 这个是金菊的弱点 所以在室内盆栽金菊的朋友 注意经常的开窗通风 一个是减少浇水 一个是开窗通风 这两点啊 可以保证它的一个健康 这个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种植物要通风的来养护它 好的 接下来应不讲解一下 关于金菊施肥的问题 金菊这种盆栽 应该怎么施肥呢 有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 在春天的时候 就冬春交界 在春天的时候开始 过了冬天 来到了春天 万物复苏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给它使用什么肥呢 使用这种塑效的复合肥 大家可以看到 塑效复合肥 开春之后啊 每隔十天左右 给它呢 试一次塑效的复合肥 它是一种呢 白色的颗粒肥 你可以看到啊 它是一种白色的颗粒 这种白色的颗粒 这种颗粒的话呢 可以给它均匀的提供 氮 钾 三种元素 这样的话呢 满足它生长各方面的需求 目的是促进它 快速的长枝和液 这些肥料啊 在你每次浇水的时候 都会稀释一些 在土壤里面 被它吸收掉 这个是春天 那来到了夏天 春天和早夏 用这个复合肥 来到了晚夏和秋天的时候 它开始形成花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改用肥料 改用什么呢 改用磷酸二氢钾 就是我手上拿着这盆 磷酸二氢钾 这个肥料 这个磷酸二氢钾的话呢 使用呢 也稍微复杂一点 但也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呢 使用磷酸二氢钾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拿一克 用勺子咬一克 一勺就是差不多是一克 然后呢 放在一个水壶里面 接着的话呢 用水 水枪加水 接着用水枪加水 加水加到一升水 一克对一升水的这样的一个量 在晚夏和秋天这个季节 每隔七天 我们呢 就给它用一次这个磷酸二氢钾 吸湿之后的这个肥料 然后呢 给它湿进去 这个肥料的好处啊 是可以大大的增强 它的磷肥和钾肥 促进它花大 果实多 这样的话呢 到它结果的时候啊 它的果实就会满满的挂满一整树 这个就是一个它 一年四季 整体的一个施肥方案 冬季啊 在它整个冬季的话呢 可以不给它施肥 没有问题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些施肥的话呢 会非常的 重要 对它的生长啊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最后应该来讲一下 关于金菊盆栽过冬的问题啊 金菊盆栽啊 它是一种可以在户外过冬的植物 在南方 南方完全是可以户外过冬 因此实际上来说 你把它丢在你家里的阳台 就可以完整的一年四季的养护它 没有问题的 但是北方的朋友就不行 北方的话 它还是比较怕冷的 北方不能户外过冬 所以北方到了冬天 就把它搬在室内来过冬 开着春再放出去 南方的朋友可以一直正在户外过冬 它对寒冷的抵抗能力呢 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要注意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南方的朋友家里没有暖气 对吧 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 对金菊的浇水量要进一步的减少 进一步的减少 千万不要在冬季接水 否则有生命的危险 那北方的朋友家里有暖气 那要及时的补水和保湿 补水是指的给它里面浇水 给土壤浇水 保湿的话呢 是指的用喷壶 用喷壶 喷洒它的叶片 看樱幕这样啊 喷壶的话呢 可以每天早晚在冬季的时候 你家里如果有暖气 每天早晚像樱幕这样 给它的叶片呢 喷上雾水 让它呢 保持叶片周围空气的湿润 这样的话呢 不容易发生干尖和黄液 好了 那这期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路了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咬喷话 看一看就好了